在这个妖魔乱世的玄幻世界 我竟重生成了一座山 无意间救下被妖魔袭击的难民后 他们居然把我奉为了山神 每天用猎物供奉祈求我的庇护 我也礼尚往来地给予他们赐福 可伴随他们实力一断身 供奉的东西逐渐从猎物变成了妖魔 甚至妖女模模 从此山神的威名响彻天下 贯迁妖魔无不闻风丧 以前我不懂 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 现在我懂了 不过别人穿越不是线二代 就是妖二代 为啥到我这就成一座山了 虽然有这个奇怪的面板 壳里面的功德却只能做好事获得 我唯一的神通就是凝聚神陆赐福他人 能让他获得莫大的好处 但这好处又能干什么呢 这时山里的一群难民引起他的注意 据他们的对话零零得知 隔壁封县被妖魔入戚 十万人只逃走了十分之一不到 这些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来他们想逃去附近的桃花县 可桃花县县太爷早早就得知消息 关闭的城门 无奈难民们只好跑到被附近人称为 大神山的山脚下气息 希望能死里逃生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有大神山的名号 应该是我来之前的传闻吧 吴大哥 桃花县不放我们进去 难道我们要回去封县吗 不能回去 现在回去是死路一条 妖魔醉喜血气弥漫之地 他们一时间不会离开封县的 不能回去 难道我们只能住在这神山脚下 出了桃花县 最近的县城要七十多里树 这事到 怕是我们还没走到 就已落入妖魔口中 真是个可怜的时代啊 连活着都是一种蛇王 大家快醒醒 醒醒了 吴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周围连虫子的声音都消失了 有东西要过来了 是那群鼠妖 那群鼠妖来了 不要慌 拿起武器和他们拼了 难道就要这样死去吗 可我还没为新女报仇啊 神山 这不是传闻中的神山吗 为什么没有显灵庇护我们 一阶鼠妖 无命休矣 这屋子的身手 倒是不错 还算有点价值 既然这样 那就再给你们一次生的机会 这是什么 大晚上起雾了 这 这简直就是神迹啊 是 深山显灵了 吴大哥 神山真的显灵了 他在庇护我们 是啊 神山真的显灵了 传闻是真的 神山真的会庇护他麾下的人 为了装置一下 真是累啊 不过这也算值得 让这群人 彻底对我产生敬畏 功德怎么增加到597点了 即使因为昨天解决的鼠妖 不应该延迟给功德吧 山神大人保佑 感谢山神大人 昨晚的庇佑之恩 小明特意设香火拜谢神恩 原来只要收取香火祭品 就能获得功德点 首次收获香火祭品 获得法术显化身 虽然化身 无法承载法力 但起码能让我偶尔出门 看看外面的情况 另一边乌泽众人为了长久居住 着手开荒砍树 其余人夯土 制作土砖 剩余女人小孩 则是负责做饭烧水 而让林林意外的是 他们首先建造 不是自己的居住的屋子 反而是用来供奉林林的神庙 为此 乌泽还特意在县城外求购了香主 当然 金手的牙翼 也捞了不少的好处 山神大人 神恩浩荡 我们在他脚下居住 香火必须要供奉上 这样才能庇护我们不收妖魔洗击 等到功德圆满 我的境界应该就会得到提升了吧 现在还是试试显化身吧 这是让我捏脸 就捏成老头的样子吧 这也符合显化身脆弱的特征 以显化身的方式 走在自己身体上 这感觉还真是奇妙啊 十多天后 如今的山脚下 仅仅只有七间木屋 不过对于乌泽这些人来说 也算绰绰有余了 而见到这一幕的很多过路 都认为他们疯了 在这个世道 在野外居家 无疑是在自寻死路 当然也有劝说 让他们回县城的好心人 我们是封县人 桃花县不让我们进 妾身在桃花县认识些人 倒可以说一声 让你进县城避难 只不过嘛 抱歉夫人 我们不准备去桃花县 留在这里 神山会必有我们的 嗯 神山 就是你背后这座山嘛 夫人 奴婢听娘亲说过 桃花县北边有座深山 传闻神山有灵庇护众生 传闻 你们还是去桃花县避难吧 这不过都是别人的传言 这世上哪有什么神山 多谢夫人 不必了 名玩不灵 既如此 那你自生自灭算了 吴大哥 那夫人长得好生贵气 对你也有意思 你何必拒绝呢 小虎这不是你该管的 一边玩去 大家现在居住问题 已经完成了 剩下就是食物问题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种了一辈子的地 在附近寻到一处土地肥沃处 很适合种植水稻 那太好了 我立刻喊上二牛去开荒 争取在开春之前将的羹出来 开荒是长久之计 但我们现在食物已经不足 虽然父亲有喝可以补鱼 但远远不够 所以我会挑选几个人 去上里打猎顺便挖野菜 当天夜晚 乌泽几人打猎回来 每人身上都扛着猎物 可因为巧遇恶物 乌泽为了掩护大家 自己负了伤 而灵灵的功德 因为众人每天准时地祭拜 也来到了三千多点 可惜最近他们都没摆什么祭品 功德长得好慢啊 但我堂堂一个山神 总不能伸手要吧 这也太拉低我高大伟岸 帅气的形象了 还是让他们自觉一点吧 乌大哥 我们准备好了 恶虎盘去山林中 如若不除掉它 我们每次捕猎都恐有性命之威 所以这恶虎必须除掉 杀恶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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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主 恶虎不容易对付 千万要小心啊 乌叔你们放心 有山神必有着我们 不会有事的 愿山神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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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泽兄 你居然还活着 白亮兄 你是风儿 我是沙 沉沉绵绵 绕天涯 知心好友的重逢 让两人甚是欢喜 简单叙旧后 他们聊起了风线的事情 那天我也被县太爷邀请参加他的寿宴 妖魔入侵县城时 县太爷不顾百姓 携带官印直接逃离 而我就找准时机 跟在他后面才勉强活了下来 不过后来他怕招惹妖魔便把我赶跑了 怪不得当时风险一瞬间被妖武攻破 原来是这狗官自己带着镇压朝廷气运的官印跑了 他害死了所有人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这妖魔乱世的世道 最好别指望别人能救你 不提这个了 乌泽兄 你们是要前往灵窟洞吗 灵窟洞 那是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吗 据说那里地处里火训位 妖魔无法进入 风线沦陷后 陈捕头带着牙翼门逃进了那里 不知道 我们其实是来山林猎虎的 猎虎 对 就是猎虎 乌泽兄 如今妖魔乱世 你还有心情猎虎 还是赶紧与我一起去灵窟洞避难吧 什么七洞八洞的 我们有神山庇护 妖魔根本伤不了我们 什么神山庇护 神山就是神山 山神大人神恩浩荡 会庇护我们所有人的 二清说得对 神山会庇护我们 所以白亮兄只能拒绝你的好意了 白亮兄 要是你信得过我 可以和我一起留在神山脚下 那里没有妖魔赶入内 什么神山庇护 胡扯 这事上有这样好的地方 大家还不都住那里 就是就是 白亮兄 别在这些渔民身上浪费时间了 咱们还要赶在天黑前 抵达灵窟洞呢 抱住 白亮兄 要不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你好友不是要去猎虎吗 咱们也正好去瞧瞧 看看他们是怎么葬身虎妇的 几位 大家都是逃难者 都少说两句吧 这虎的声势 怎么比上次还恐怖几分 乌则兄 这是虎王 你可别糊涂啊 快走吧 以免命丧虎口 乌大哥 我们要撤退吗 已经晚了 那恶虎已经来了 这群疯子 真把恶虎引来了 这下好了 看你们还能活马 快跑啊 恶虎被激怒了 在场所有人都没活路 乌则兄 乌则兄 快跑啊 这虎为何气势变得如此之强 这恶虎妖化了 妖变成妖物了 这下乌则不好对付了 最后还是得我出手 这倒是挺适合乌则的 神行路 是 难道是神山显灵了 是山神赐福 神行路 乌则跪谢山神大人受路 弟子必不复所望 这该死的世道 妖魔乱世 朝廷更是隐隐勾勾勾 蛇鼠一窝 妻女被修行者吸入 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曝光后得到的 却是一顿板子 看来这乌则 曾经很用功地修行过 是个有故事的人 这家伙疯了 居然上赶着去送命 这家伙死了更好 骗我们来三菱 结果被恶虎盯上了 乌则兄 你真是疯了 早说让你和我去灵窟洞 你不肯 这下彻底完了 来吧 就拿你这孽畜 试试山神大人的四福 他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 难不成他是修行者 乌则兄不是天赋不行吗 怎么变得如此厉害 是时候送你上路了 乌则兄 没想到你藏得如此之深 连我都骗过了 我可一直以为你是普通人啊 白亮兄 我可没有骗你 之前我就是普通人 可是以后你就是修行者了 这都是山神大人的眷顾 才让我有幸成为修行者 你说这些都是山神给的 没错 白亮兄 听兄弟一句劝 别去什么灵窟洞了 跟我去山神脚下 那里比任何地方多安全 兄弟我相信你 跟你回去 最终白亮以及队伍里 和他熟悉的人 都决定一起留在神山 糊涂呀你们 灵窟洞那边更安全 而且陈捕头也是修行者 你们去那所谓的神山 不是找死吗 不对劲 这说话之人有点问题 算了 反正跟我没关系 受禄者首次突破练法径 获得法器震山印 好宝贝 真纪四里正式开始 大楚四八年岁四人五年 十与鬼卯日 弟子乌泽以妖虎焚香 致寂于神山山神 今天下大乱 朝廷腐败 妖魔乱世 茶度人间 生灵苦不堪眼 弟子祈愿 愿山神庇护人间 斩妖魔 辟邪碎 随着乌泽缓缓道出 七千八百零一个字的 祭山神文 玲玲正是有了当神的感觉 功德也涨到了七千多点 一个月后 又有许多的难民 来到了神山脚下 村庄也慢慢发展了起来 功德达到九千多点 即将突破 这是镖局的人 领头居然是一阶修行者 只要不遇到大妖 也足够保命了 力远镖局 陈剑池见过兄台 千山庄庄主 乌泽 乌庄主 我们是从天月县 护送一趟镖前往桃花县 但如今天色已晚 夜晚走镖是大忌 所以可否借速已晚 可以 不过你们不能进入庄内 只能在外面扎影 那就多谢乌庄主了 这是祠堂 还是什么吗 这村庄甚是古怪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第二天 陈剑池就早早便和乌泽告别离开 前往桃花县 而就在当天 一个坏消息 传遍了桃花县 已经千山庄 灵窟洞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全死了 灵窟洞那边的人全死了 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被妖物盯上了 不是妖物 而是魔物 魔物不仅能蛊惑人心 还能藏于人群中 防不胜防 这些人也算是倒霉 现在看来 那天那个人 就是被魔物附身了 一直在劝众人去灵窟洞 好一网打尽 不过我可以用显化身 去灵窟洞先看看情况 另一边也得知消息的桃花县 直接封锁了城门 只出不及 当然 除了帮县太爷运送标的 陈剑池一行 说说你从天月县过来 途中遇到了什么吧 一路还算安稳 就在封县遇到了点鼠妖 灵窟洞倒是没有什么妖魔 就是那里的难民异常的热情 要拉我们去栖息地 被我拒绝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在神山脚下的千山庄 借宿一晚 第二天早就来到了县城 嗯 千山庄 本官在桃花县 多年从未听过这村庄 你在撒谎 大人小的绝对没有撒谎 那千山庄就在神山脚下 不幸大人可以去查 看他样子不像撒谎 可这世道谁敢在野外建立村庄呢 哼 你说神山脚下有个村庄叫千山庄 对 好 那我问你 在这天下妖魔作乱的世道 那村庄如何能存活至今 大人那千山庄是刚建立的 村民应该是封县逃出的难民 不过他们的庄主 是练法径的修行者 看来是本官误解了 还请陈壮士见谅 随后县太爷王护 简单和陈建池商讨的桃花线 要押往天月县的标舞 可就在他离开前 嘱咐了一件事 经过千山庄时 帮我问问庄主乌泽 是否愿意过来 当我的客亲护卫 我愿意接纳村子所有人 这么好的条件 乌泽兄应该不会拒绝吧 这外面居然这么美 里面真的有魔物吗 这些人难道还没死 不对 没想到 显化身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这些人应该是成了活死人 被魔物利用 助他修行了 得想办法找人再去一趟 不然这魔物就像是达摩克里斯之剑 一直悬在头顶 随时可能落下 功德满一万点 境界提升 境界二阶灵山 解锁神通 法向天地 终于有进攻性的神通法术了 就是下一境界居然要十万点 也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凑满 算了 还是先试试新神通吧 很好就拿这二阶鼠药是尸首 还想疼 这神通果真强大 现在可以让乌泽去一趟灵窟洞了 醒下 醒下 快醒下 你是谁 怎会出现在我脑海里 本座便是你们口中的山神 弟子屋子见过山神大人 如有冒犯 还请山神大人恕罪 无妨 本座此次前来 是有两件事嘱咐你 山神大人警官开口 弟子定当竭尽全力 第一 如今妖魔乱世 天下万民 水深火热 朝不宝夕 生命危在旦夕 安德 广煞千万间 大必天下万民举欢言 若有无处 可去的难民 你可带他们来神山 本座自会庇护他们 八年 妖魔入侵了八年 期间朝廷昏庸无能 受天下香火的佛门 唯有世家出钱 才会出手庇护 大门虽有心 但人丁熙少的他们 早已自顾不下了 百姓无人问津 只能认及自生自灭 而山神大人 却要监纳所有难民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明 这家伙咋还哭起来 难道是我那句话说错了 山神大人 弟子替天下万民 谢过您的神恩 第二 灵窟洞的事 你都知晓了 需探查一番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也不必害怕 若遇危险 本座自会出手 弟子必不负大人所托 庄主 怎么感觉你今天更神气了 是不是修为幼长了 不是修为长进 而是山神大人险胜来找我了 不是修为长进那高兴 什么 庄主你刚才说山神来找你了 什么 山神大人险胜了 乌大哥真的假的 山神大人在哪 我要举扣吧 他老人家 乌泽兄 他们说山神大人险胜了 真的假的 自然是真的 这次山神大人险胜是下达旨意的 山神大人要接纳天下难民庇护他们 不愧是山神大人 如此神恩 天下万民应当感激山神大人 至于第二件事 乌泽并没有告诉他人 唯独离开前和白亮说了一嘴 乌泽兄放心去吧 村里的这边我会看着的 这里面应该就是灵窟洞了吧 原来魔物就长这样啊 好丑啊 这家伙居然追了出来 不用逃了 啊 真该死 这才是山神大人本来的面貌吗 你是什么东西 神 上神大人饶命 我愿奉出魔种 只求棒过小的一马 魔种 那是何物 魔种是我们魔族特有的 是修为境界的外在体现 知道了 再见 看来这魔物和妖物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弟子乌泽 见过山神大人 嗯 你的表现不错 谢山神大人赏识 回去之后 多加修炼 如今妖魔猖獗 以后敌人只会越来越强 修为一定要跟上 弟子定然全力以赴地修炼 利远飙行陈剑池 前来拜法乌子兄 陈兄 别来无恙了 嗯 有魔气和那只魔猪的感觉一样 是在户中 你看 上面居然还有自毁的静止 不过 这可挡不住我 这是魔种 这玩意在大楚 可是能出九族的违禁物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先看看 能不能从这些人口中得知 乌子兄 此次前来 其实是替王献令传话的 王献令 桃花献献太爷 对 就是桃花献献令王护 他希望你能成为 他的客卿护卫 并愿意接受村子里所有人 不用说了 很抱歉 我是不会去的 我没听错吧 这么好的条件你拒绝了 既然乌泽兄有自己的决定 我就不再多言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老爷亲善见不得难民在外受苦 好心让你们进城避难 还让你当护卫 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你居然拒绝了 鱼不可及 不去县城 你们就在这等死吧 乌泽兄 现在还没到翻脸的时候 毕竟我们要为难民们考虑 乌泽兄 你麻烦了 我遵既守法 又没做什么恶事 那王献令又能找我什么麻烦 乌泽兄 此行我们要回天月县 不如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吧 那里是大县城 比桃花县更安全 多谢陈兄好意 不过有山神大人在 这里是最安全的 乌泽兄 你所说的山神 猫不是村庄供奉的神体 不错 神庙供奉的正是山神大人 这山确实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 既然乌泽兄不想去 我也就不劝了 先告辞了 有缘再见 陈兄慢走 这次得罪王献令 恐怕接下来他会找我们麻烦 兵来像挡水来涂眼 不用怕 事情办得如何 老爷 那千山庄的庄主不识好歹 拒绝了老爷您的邀请 怎么回事 随后牙翼连忙 天幽加醋的将来龙去脉说了一点 老爷 那乌泽就是仗着自己修行者的身份 藐视您的威严啊 哼 乡也于名 不识好歹 以为成为修行者就能无视朝廷了 传令王捕头 让他带上牙翼们 把千山庄给一窝端了 将乌泽压到本官面前 王捕头要是出手 乌泽死定了 王献令解慢 三规大师 您有疑问 此事正是关键时期 王捕头离不开现场 不宜节外生枝 哎呀 差点误了大计 多谢大师提醒 别让王捕头去了 换成你带人去千山庄 例行公事 让他们缴纳税赋 小的领名 大师您让我送给敏献令的魔种已经出发了 您觉得他会答应我的要求吗 会的 敏献令年近八十成不了几年了 魔种可是能为他再续上十年寿命 没有人能抵挡这样的诱惑 三规大师 公餐造化 化魔物己用 实乃天人眼 王献令不必功为老呢 等计划完成 你获得的比难民献令只多不少 那就先多谢三规大师了 进阶到二阶临山后 山体里面的岩石变成了精英剔透的金石 没想到境界的提升居然还能改变我的身体 可惜因为灵呼动的事情导致很多难民不愿过来 功德增长得很慢啊 有不速之客来了 不过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修行者 还只是一阶 无则应该能对付 凤王献令之命 前来千山庄收取 人头税田地税房屋税 取水税伐木税 打猎税生活税 所有税一共九百六十七两八钱 乌庄主如果交不上税 就得请你去牢里做一做了 朝廷律法早有声明 难民开荒所获田地 免税三年 好 那就去掉田地税 减去八钱 你们还需缴纳九百六十七两白银 千山庄所处之地并不算桃花县 王献令凭什么向往收税 不管曾经是否属于桃花县 但现在县太爷说 属于那就是属于 那要是我们不交呢 你又如何 不交 违抗朝廷律令 压入牢里等候审问 那就全脚下见真章吧 很好很硬气 就让我见识下 难民里的修行者 有几斤几两吧 斩妖刀法 你从过军 还要继续吗 干嘛不继续 斩妖刀法又如何 我的雌雄双刃也不是吃素的 哼 这次我认栽了 但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这次麻烦是过去了 但事情远远还没结束 我得快点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 看来他马上就要突破二阶了 神行鹿带来的加持果然惊人 下一个赐福 不如就给秀采白亮吧 你说到衙门派人来找千山庄麻烦 被乌泽打败 落荒而逃 村庄至此又恢复了同情 一个月后 这已经是乌泽兄弟三次尝试突破了 不知这次能否成功 要是我也能成为修炼者就好了 乌泽兄你成功了 成功了 多谢白亮兄这一天的守候了 客气什么 都是兄弟 不过乌泽兄你已经是二阶修行者了 那当年京城的仇 你打算怎么办 杀我妻女之仇 不共戴天 我一刻都不敢骂 这仇我迟早要报 但不是现在 我还要为山神大人做事 发展千山庄 等实力足够 我自会去京城讨个公道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恭喜赐福者突破通法镜 获得法奇心境 这东西居然还能窥探人心 随后通过心境零零 从难民中发现了混在其中的牙医 其中一人 已然将乌泽突破二阶的消息传出 但他并没有阻止 而是把那三个奸细的事 告知了乌泽 怎么可能 那家伙一个月前跟我交手时 还只是练法镜 这才一个月就通法镜了 大人千真万确 绝不会有错 王大人 那千山庄有问题 哼 有什么问题 是你派了一队人马去了 结果被打得落荒而逃的问题 大人千山庄真的有问题 那庄主乌泽前几天 踏入了通法镜 成为二阶修行者了 可据我获消息 乌泽几个月前还是个普通人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难不成那乌泽还是位被蒙尘的名著 万中无一的天才 大人 并非如此 他才朝廷从过军 若是天才 不可能不被发现 既不是天才 莫非有什么机缘 事出反常必有妖 几个月突破到通法镜 放在金龙寺也是屈指可数的天骄佛寺才能做到 这乌泽必是用了特殊手段 修炼血工艺或是出卖灵魂与妖魔为物 王献令 老那怀疑灵哭动发生的事可能与那乌泽有关 甚至魔珠的死就是他造成的 魔珠死在上个月 他那时不过一阶修始 不可能打败魔珠 这不是什么问题 他背后肯定有人 我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啊 二阶修行者背后还有隐藏的大佬 你先下去吧 是 大人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养出的魔珠就这样被那小子灭了 大概是了 出手之人果具 连魔种都清理干净了 零哭动出事 我们的计划也受损 到时候收获的成果还能圆满吗 王献令 别忘记还有王捕头 他也是二阶修行者 补上魔珠的缺口 免讲算刻意 虽然王捕头算是我的小舅子 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 区区小舅子和足挂齿 呵 我让王捕头最近别出门 等候大师您的吩咐 嗯 计划正常进行 但出了灵哭动那件事 不得不妨 老那怀疑尖山装备后是玄清官的人在暗处出手捣乱 天下第一道门玄清官 王献令不必惊慌 玄清官虽讲 但我们金龙寺也不是吃素的 那大师打算如何对付他们 老那亲自去千山装 看看玄清官想啥什么花招 三规大师 这里就是千山装了 嗯 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 大概是老那我想多了吧 这起码是五级阴神经修行者才能做到的 玄清官不可能派这等高手过来 这老和尚居然是三阶修士 可为何风险遇难时不去救援 这桃花线现态也往后 莫不是心里有鬼 武则有三阶修士来千山装了 有人靠近千山装 而且实力不低 你能对付吗 虽然有山神大人兜底 但这显得我们太没用了吧 放心他们既然夜晚前来 就是不想闹太大动静 内应为何现在还没来 莫不是出事了 不用等了 那些牛逼子估计早就发现了内应等着伏击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得赶紧撤离 撤离 老那几时那玄清官那些牛逼子 说伏击就能伏击的 他们不来便罢 来了今晚这便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这老和尚真能吹啊 那可是天下第一道门 有人来了 无则是你 难道你是玄清官的人 你在说什么胡话 大师深夜造访仙山庄 不知有何事 格弥陀佛 老那是来寻前段时间 镇压在灵窟洞的一只灵物 不知施主是否见过 灵物我没见过 倒是 那头魔物之中 已经被山神大人出手灭杀了 那是老那样的灵物 并非魔物 无施主若是起了贪念 将灵物掏走 还劳烦还给老那 大师这是何意 听不懂人话了 格弥陀佛 老那样灵物在灵窟洞 是为了配合礼火训备 抵挡万千妖魔 没想到一无施主意识贪念 导致里面上前百姓遇难 好狠毒的心 为了一己私欲 害死上千难民 看来大师是要强行 将这罪名扣在我头上了 灵窟洞是魔物还是灵物 你们自己清楚 还敢狡辩 三规大师可是金龙寺高僧 岂会养魔物 天下第一佛门 金龙寺 没错 三规大师正是金龙寺高僧 你这渔民竟害死上千人 该当死罪 这家伙还真的进入通法境 凭什么我修炼这么多年 却不如他几个月 格弥陀佛 吴施主偷走灵物 害死上千百姓 现在又恼怒出手 以示入魔 老那身为佛门弟子 自当居妖出魔 替天行道 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 吴施主执迷不悟 老那只能替佛速将你镇压 这速度 有问题 看来老那没猜错 吴施主果然是玄清观之人 什么玄清观 我是神山之人 事到如今还有必要掩饰吗 等老那拿下你 看你还嘴硬 这是什么东西居然这么厉害 阿弥陀佛 有法波在 吴施主你逃不掉了 还是坏处你背后玄清观之人吧 你这虚伪的和尚 到底在说什么 这老和尚 自己给自己树立了假想敌 看来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法器看着倒是不错 大意了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怕死 这天下第一佛门金龙寺 还是有点东西的 吴 吴装主 这次不是我要来的 是那王县令逼我给和尚带路的 你觉得我会信 你一定要相信我 那王县令在县城只手遮天 王捕头更是他的小舅子 我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求您饶小的一命吧 滚吧 上级说到虚伪的三规和尚 要将灵窟洞罪名 嫁祸无责 还要出手灭口 让一切死无对证 危难关头 零零出闪 不料怕死的三规和尚 果断捏碎射力逃离 阴神镜 起码是阴神镜的强者 这压迫感要不是有师祖留下的舍利 这次就真的栽在青州了 看来千山装备后并不是玄清官 这等高手不可能派往小地方 我记得那里有供奉的庙 对方莫非是个野秀 为了收敛香火 嗯 野秀就是野秀 香火这东西 唯有天地神地才有资格收敛 这家伙等着万事身亡吧 三规大师到底发生什么了 一个小村庄这么难对付吗 玄清官派了多少人啊 王县令 老娜奉劝你 以后别再招惹千山庄 否则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为什么 难道玄清官盯上这里了 要是玄清官 老娜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不是玄清官 那是 千山庄背后 是一位阴神镜的野秀 称 神王 阴神镜 这不可能 那可是五阶修行者 这等强者来庇护一个村庄 没什么不可能的 若不是这等强者 老娜怎会如此狼狈 那怎么办 有这等强者在 我们的计划 岂不是早就被看穿了 这点倒是放心 那阴神镜野秀 估计也不像节外圣之 他在神山收敛香火 有自己的目的 与我们并不冲突 况且咱们那点东西 阴神镜也看不上 这样的话 计划是不是得提前了 让承县领过来吧 风险死了这么多人 炼出的血胆不会少 王县令 三规大师 换老夫前来何事 承县令 咱们的计划要加快 尽快收尾了 这怎么能行 计划还没进行到最后一步 现在收尾 那东西能圆满吗 王县令 老夫可是拿风险十万性命 跟你们满 老夫现在身败名裂 连周府都回不去 现在就指望 你承诺的东西了 若是王县令要谢莫杀驴 老夫也不是好糊弄的 承县令莫及 本官不是这个意思 提前收尾 是因出现了变数 什么变数 随即王县令 将神山阴神境强者的事 说了一点 那我的东西怎么办 还有你们说的效果吗 效果还是有的 只不过会有些折扣 够了成施主 不过就损失两三成的效果 你不用在老那面前装委屈 参与计划的 哪有老那损失的 为了探查神山 施主留下的舍利 都被引爆了 现在重要的是 把东西拿到手 尽快离开 就一大师说的办 每瓶五颗 一共二十五颗血弹 全都在这里了 九万人 怎么才这么点 哼 那三级大妖还在封线 你去问问他 好了 姚武本性贪婪 让他出手背这个锅 代价大了点很正常 对了 王捕头那边 王县令抓紧 可以动手了 观察白亮这么久了 确实为千山庄鞠躬尽瘁 该给他赐服了 那 那是什么东西 一道金光 山神大人显灵了 村子出什么事了 弟子 白亮叩谢山神大人神恩 弟子无以回报 从此刀山火海 妖城魔狱 只需山神大人一句话 弟子必当身仙士卒 恭喜白亮兄 荣获山神大人赐服 成功踏入了修行者之路 全靠山神大人神恩眷顾 对了你获得的是什么福祿 神念福 永久增强神念 大幅度增强神识 好啊 神识可是入玄境 才能拥有的东西 现在你岂不是比我还厉害了 各有千秋 乌泽兄你的神行路 连入玄境修士 都碰不到你一脚 就在两人开心交谈之际 上次狼狈逃回县城后的千科 意外发现了惊天秘密 这 这不是封县的县令城前方 城大人嘛 封县沦陷后 州府大人下令将擅自逃离的 城县令打入大牢 结果他提早跑了 下落不明 如今却出现在这 王户 王县令 王县令居然和城县令混在一起 窝藏罪犯 这可是死罪啊 怎么办 去州府告发 可青州距离接近千里 怎么告捉啊 算了明天先旁敲侧击地问问王捕头吧 什么 好几天没露面了 不会真的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吧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 老板金龙寺这几天都关门吗 早就关门了 从半个月前就闭门谢客了 半个月前就关了 天哪 就算要死也要成个明白鬼 城县令 这些天你就别再往外跑了 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老夫在桃花县憋了这么久 也就昨天出去那么一回 王县令过于谨慎了吧 谨慎些好 计划已经到了最后关节 门县令 那边给了回信 三天后就可以收尾了 早点收尾的好 这破地方老夫是一刻都待不下去 东西一到手 老夫就前往白江州投靠老友 老夫终究是没你王县令狠啊 连自家小舅子都舍得 就是不知你那小妾有没有因此闹事 区区小舅子和足挂尘 至于一个不听话的小妾 杀了便杀了 过绝 换作老夫可舍不得貌美的小妾 呵呵 城县令说笑了 再绝也没你将封县九万多百姓送入妖口诀 彼此彼此 桃花县的百姓不也没几天活了 所以咱俩都是一路人 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 封县的妖惑竟是人为 甚至王滬还要在桃花县重演一边 阴谋 这一切都是隐藏在黑暗底下的阴谋 上级说到 零零给来量赐福 成功让其踏入练法界 而回到桃花县的千颗 却在金龙寺偷听到了惊天命 天月县与王滬蛇属一窝 周府远水救不了火 现在能救桃花县的只有神山了 武装主 桃花县千颗求见 又是你 上次好心放你一马 这次你又奉谁的命令过来找我千山庄的麻烦 武装主 我哪敢找千山庄麻烦 这次我是来求援的 王献灵他 他疯了 靳屋子说 好了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千颗把自己听到城前方和王滬的阴谋说了出来 而乌泽越听越气愤 如同一座火山即将喷发 九万人的性命就这样白白送给妖物 身为朝廷命官 他们怎敢如此 这些畜生 千刀万剐都便宜他们了 同妖魔为伍 不得好死 杀了这么多人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肯定是在搞什么写法陷阱 那三贵和尚不是号称天下第一佛门的金龙寺弟子吗 竟也会与妖魔为伍 武装主 现在当务之急是阻止他们 否则三天后 封县的惨案就会在桃花县再次重现 所有人都得死 桃花县和我们千山庄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说那三贵和尚是主谋 他可是三阶入玄境 乌泽兄才二阶 拿什么阻止 乌庄主 不用骗我了 你们千山庄肯定有强者 不然那三贵和尚不可能被吓走 我是替桃花县十万百姓向你们求情 我们千山庄最强的便是乌泽兄 怎么可能 那当晚下跑三贵的又是何人 不是人 而是神 神 没错 就是神 山神大人庇护我们 那和尚赶来找麻烦 山神大人施以惩戒 才把他给吓跑的 如今的世道竟糟糕到这个程度吗 关羽妖魔为武 百姓为出狗 朝廷也不管管 不过他们坑杀了近二十万的百姓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武装主 桃花县十万人的性命 拜托你了 麻烦你去请山神显灵吧 救救桃花县百姓一命吧 虽然桃花县跟千山庄没什么关系 但千山庄大部分东西都要从桃花县购买 要是灭亡 确实也不利千山庄的发展 武装主 只要山神大人愿意显灵相助 我就在桃花县设立山神庙 让县城百姓上香祭拜 保证香火不断 行吧跟我去神庙吧 你跪下祈求 看看山神大人会不会回应你吧 妖魔乱世 人心叵测 金龙寺弟子三规 联合桃花县县令王户 封县县城前方 天月县县令敏千月 与妖魔为伍 策划阴谋 坑害百姓十万 然野心不止 欲将桃花县十万百姓性命为代价 伙同妖魔谋取利益 山神大人神恩浩荡 桃花县千颗桂球山神显灵 武装主 如何 山神大人同意了吗 刚刚那道金光便是山神大人显灵 他同意了 终于可以放心了 山神大人让我前往天月县查看情况 那你要小心 天月县是大县城 其中三阶修行者不会少 他们的计划这几天就要收尾了 千颗 你必须回去桃花县 在里面探听消息 有什么动静 立马告知我们 好 我现在就回去 而此时的灵灵 在估算自己的功德点 还差三千 就能突破三界灵山 这几天就能突破了 到时候 我的神殿范围 甚至能探查到天月县 这些人想干什么 一清二楚 嗯 这是这个世界的导师 乾坤县中提到的位置 就是这里了 台下打乱 甚起耿以 省任出事 可燕嵌找皇爷 只得回出圣任 清田 不要胡说 乾坤师叔算无一挂 他老人家的卦象不可能有错 秦劝师妹便神起 是我苟误了 不该这样说的 清秋师节 师叔老人家的卦象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青州真有圣人 师叔不过是五阶阴神境修行者 想推测出圣人出事这样的卦象不太可能 八 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一趟了 那倒是不至于 卦象肯定是真 但未必是圣人出事 有可能此地有大机缘 嗯 糟了 我们之前不是遇到了一个金龙寺入宣境的和尚吗 这下要被他借足贤等了 不爱 我们本来也没什么头绪 有金龙寺弟子在 正好可以去找他取取经 还是打石阶向周到 汤浪不颤晃雀哉 那和尚可是入宣境 不好对付啊 哈哈 请劝师妹不用担心 我特抵训了欠赐 求了击倒妇 对妇孺宣境绰绰忧郁了 哼 前词那老东西勾引师娘 道德沦丧 畜生行径 你身为师父清传弟子 居然找他求福 师父若知 得多心喊啊 好了师妹 清田师弟也是为了行动安全没有别的意思 师姐 先找个地方歇脚吧 赶了一个月的路了 也累了 休息一下再去找那和尚 师姐 欠免好想九幽个存庄 叫什么前山庄 立套华县不冤 想不到区区阴神境 居然能推算到我 这倒是不挂啊 还是有些厉害的 白亮 有不速之客到来 他们来自玄清关 天下第一道门 玄清关 这里居然幽为炼发镜的修行者 在下尖山庄副宗主白亮 几位是 啊 炫情管情自备弟子 清田 原来是天下第一道门悬清关的弟子 不知几位道长有什么需要 知道我们是炫情管弟子 难道不会请我们进去休息吗 真是个没烟力剑的郁木脑袋 哥 几位道长请 师姐 我们进去吧 这村子看着不打是新建起来的吧 不错 我们千山庄才建立半年 村民都是附近难民 封县遭遇摇祸后 百姓流离失所 所以只能抱团驱暖 封县摇祸 是那个已经称为废墟的显称吧 对 几位道长去过封县 去斩妖除魔 斩妖除魔 天下摇磨前晚 那里是修行者出的万的 等等 我很好奇 在这青州平级之地 你一介平民 是如何成为修行者的 先揪正一下 在下白亮 是朝廷功名在身的秀才 多 看不出来 你还是未秀才 京城白家 家父白岩和 京城白家 哪个白家 家中老太爷 是康安六年的状元 康安六年 正是妖魔乱世的时间 那年的状元公 被朝廷视为不祥 不仅没受到赏赐 还直接告别了朝堂 有趣有趣 当年的败家 也算是京城有命的使家 客子从妖魔乱世后 修行者敌尾替生 败家连抹溜都算不上了 因难怪你这败家 弟系子弟 沦落情州 萧村子党府庄主了 不是沦落 而是有幸成为 千山庄父中主 哼 师姐 这村庄好奇怪 别的村子 都是死气沉沉的 可这里 却截然相反 确实 但也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那个庙 那是这个村庄 供奉的圣地 就说就是这座山的山神 村民们还说 山神会先灵庇护他们 师弟你信吗 怎么可能会信 既钱念倩闲路就断了 我们这房实界 不过就是孤刀 就算真的有生命 他这么讲 一直奖励下来 师兄 这些也只是传闻 不可信 好了不必理会 各自回去休息吧 大人 不知找属下有什么事 对 刚刚去哪了 听守城的牙医说 你去了城外 属下去城外乱葬岗 去看看爹娘 都上乡了吗 上乡了 还给爹妈磕了头 清禀大人 签队长身上 确实有香火的气味 嗯 衣服上有香火味 你去金龙寺上香了 嗯 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王虎已经知道了 没有 属下已经好久没去金龙寺了 身上的香火气味 是给爹娘上香时沾染的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三规大师 他有没有问题 没有 佛种没有反应 他应该没有去过寺庙 不是他 那闯入寺庙的到底是谁 会不会是千科用什么东西 瞒过了佛种 不可能 佛种有灵 蕴含的佛性堪比罗汉 想瞒过佛种 除非是佛门高手 那到底是谁 这次可能真的是 玄清官的人要来接户了 前面来了个阴神敬业修也就算了 现在又来个玄清官 真以为本官是任人拿捏的 反正这官也快做到头了 也不怕用一次蕴含朝廷契运的官义 对了 敏千月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还愿意拿出十万百姓代价 换取一部分佛种 十万人 他打算用什么方法送出天月线呢 这倒是简单 敏千月发布律令 说朝廷要在各地进行开荒 于是在天月县征召十万平民 以开荒的名义送他们出城 嗯 加上天月县十万人 佛种需要的养饭也够了 血食都已准备好 动手的还是上次那只三阶鼠妖嘛 那鼠妖太贪了 老那把塔杀了 现在混成了一头三阶巅峰的狼妖 三阶巅峰 要是享用了二十万血食 突破了咋办 放心吧 老那与那狼妖签订了契约 双方背叛都会反射身旁 如此我就放心了 随后 王护下令关闭了城门 不让任何人进入县城 这让千科心中意涵 不行 必须马上去千山庄 将消息告诉白亮 你太让我失望了千科 大人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呵呵 事到如今 你还在装模作样 本官刚下令关闭城门 你就四处打天 还去城门附近晃游 现在带武器出门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大人 我只是例行公事 城门关闭 许多百姓心中不满 甚至有人闹事了 四处打听 是想知道何人闹事 城门晃游也是正常巡视 至于带武器出门 是发现了有嫌疑的人想前去捉拿 千科 证据确凿 还敢狡辩 真以为自己是修行者 本官就不敢杀你吗 大人 属下只是在陈述事实 好 那本官到老看看 你的嘴究竟有多硬 王大人 你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清楚 桃花线十万人的性命 你担不起 迟早会遭报应的 呵呵 果然就是你 没错 就是我 你和城县令密谋 与妖魔为伍 坑杀封县十万百姓 先又要对桃花线百姓出手 你罪该万死 看见了吧 没有人相信你 即便你当着他们面大喊大叫 大家都不会相信 知道这是为何吗 小八 你会相信我的对吗 哥 疯子 王大人可是朝廷命官 三贵大师更是金龙寺的高僧 怎么会跟妖魔为伍 你再敢胡言 小心我不念旧情 当场斩了你 为什么 为什么就没有人能相信我 到千科来千山庄球员后 决定回到桃花线当位 不料王富和三贵准备收入 就在千科要去告诉白亮时 被王富带人压入大 不愧是大县城 守门的牙役都是一些修行者 若是封县能有这守备力量 也不会被一头三阶大妖图了城 开荒 开看多少土地 就全是自己的 而且前三年还免税 明显令 这是怎两心啊 前不得莫们拼命守护 特地为莫们办法来好整才 我要报名 全家都一起去 五个人一起开荒 我就不信开不出个私募地来 这政策 未免太好了吧 不仅开荒的地属于自己 还前三年免去赴税 师储反常必有妖 随后 乌泽经过调查得知 天悦县此次征兆十万人 可前往开荒之地 却是五公里外地势起伏的山子 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用于田地种植 倒是当墓地挺合适 十万人 封县也是十万人 桃花县亦是如此 难道 疯了 证明签约是不是疯了 十万人说杀就杀 或许最可怕的 从来就不是什么妖魔 而是人心 既然你们不庇护 不珍惜 那就由我来守护这些人 外乡人 你在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心里有鬼 江湖中人出门在外谨慎一些 时刻提防仇家追杀 你觉得我会信 提防仇家追杀 需要探听征兆民夫的消息 说不定仇家就躲在民夫之中呢 这不是乌泽兄吗 你怎么来天悦县了 力远彪行陈建池 几位兄弟这是在干嘛 这外乡人 进入县城到处打探消息 十分可疑 隔几个正准备将他拿下 胡说八道 乌泽兄是我陈建池的好友 几会有问题 难道你们是在质疑力远彪行吗 不嘎 不嘎 这次多谢陈兄了 若不是陈兄 那我就麻烦了 这算什么 我还欠乌泽兄一个人情呢 乌泽兄 你突破二阶修行者了 侥幸 侥幸 这哪里是侥幸啊 陈兄可否借一步说话 可以 这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经于妖魔为伍 将百姓当成叙实 怪不得上次的货物铭线链 竟要亲自卸货 现在看来那批货物有很大问题 所以乌泽兄 你是来破坏三规他们的计划的 我可没那么强的能力 只是先来探查情报 那三规和尚是三接入玄境 加上三位县令相助 在这周边可谓是一手遮天 这个陈兄放心好了 此时我们已经扣请山神大人 倒是山神大人会显灵救下所有人的 我去把消息告诉头 问问他的意见 乌泽兄你在县城千万别冲动 我明白 随后陈建持将事情经过 都告诉了立远标行的头和立远 三十六级走位上级 咱们立远标行 先走一步 离开天月县 何老大 你刚刚说什么 咱们立远标行 要离开天月县 不错 立远标行 现在就走 再待下去 整个标行都会遭遇威胁 不是 老大我们标行 在天月县立足多年 说走就走 既不试探 梦入了 小陈 不然你以为立远标行 为何能在天月县立足六年 靠的不就是这份小心几阵 不站队吗 现在 我们先离开天月县 等风头过去再回来 我们依旧还是天月县第一标行 可明千月要和妖魔合作 坑杀百姓 若不阻止 十万百姓就要命丧妖魔口中 小陈啊 少年有一腔热血 是对的 可我不行 我有家人 有孩子 他们还尚在墙保之中 我若死了 谁能照顾他们 保护他们 指望朝廷吗 一个只会割地赔款 用百姓性命 换取他们声色全马生活的朝廷 你指望他们来保护百姓 可笑 你知道八年前的大楚 有多少个州吗 二十一个 整整二十一个 可如今呢 只剩下了十一个 而且在这般情形下 世家权贵 公金皇族 总门商骨 哪个不是沉浸在温柔乡 过着风华雪月的生活 妖魔来了 割地赔款 从来就没想过反击抵抗 你说 这样的朝廷 百姓还有救吗 那是大楚没有圣人 只要几位半圣突破 爵士自然就会改变 这话 何某在八年前 妖魔做了那年 就听人说了 后来每年都有人说 但结果呢 几位半圣 批大点动静没有 突破圣人 遥遥无期 即使如此 老大你也不该心灰意冷 我们只要做到 问心无愧就行 难道何老大 你就任心 眼睁睁看着十万百姓 被敏签约送到妖魔口中 你以为这种是少吗 何某走南闯北 遇到这种朝廷命官 与妖魔勾结之事 不下两手之多 既如此 何老大您一路走好 我说这么多 就是希望 你别缠合这些事 跟我去避风头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何老大 我从小就在天月县长大 县城许多书审 对我都很好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你就去吧 死了可别后悔 抱歉乌泽兄 何老大他不愿出手这件事 甚至他还要离开天月县 避避风头 无碍 我来天月县 也不是来求援的 我们早有应对之策 乌泽兄是在说 你们供奉的山什么 是的 山神大人自会出手 陈兄若不相信 到时候可以来 千山庄的山神庙 瞻仰一下山神的神威 乌子兄 你看我现在还能帮上什么 没什么要做的 现在等待就行 老爷 这是开荒民服的名单 您要不要过过目 哼 这点小事 也拿到老夫面前 九弟 你来了 兄长 宪兵已经集结完毕 只等兄长一声令下 不急 先两王虎他们一天 等到明天再将十万名夫送过去 你过来 咱老兄弟之间说说话 九弟 你给微兄做事 距今有四十余年了吧 一共四十八年了 四十八年了 真是光阴如梭 如今 我们兄弟两人都一年迈 古兮之年 活不久了 呃 放心你我乃是手足 当此监视了 会有你的一份 弟谢过堂兄了 好了 周福好像派人过来了 九弟你去处理一下 能杀就杀了吧 降火宁去 这好像已经称谢阳直里 有人在收敛降火 取死之道罢了 不过能做到收敛降火的 起码也是阴神境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赶紧离开吧 几位道长 这是要走了 是的 任务在身 不可拖延 这次多谢贵村庄的招待了 嗯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态度突然这么恭敬 那几位道长慢走 我就不送了 狗长认识的东西 区区炼发镜 居然干臭疯狂们 若不是他 背后有阴神境 遭弄死他了 不可胡言 以后不准再乱说话 或从口出 阴神境强者能元神出窍 就是站在你面前 你都感知不到 我错了时间 师兄 你别太偏激了 人家可能只是出于礼貌问一句 没有别的意思 对 是师兄偏激了 师妹你说的都对 好了 别再提这事了 功德值满十万 境界提升 晋级三街临山 解锁神通 复生 这家伙 这家伙倒是警觉 三规大师 刚刚发生了什么 刚刚忽然灵教一跳 似乎是有什么盯着老呢 不过也只是一瞬 后面就没了 会不会是那神山背后 因神境也修元神出窍 进入县城了 应该不是 元神出窍 虽肉眼不可见 可老那是修佛的 天然对这些敏感 自然看了道 那就好 原来他们 是把我当成 因神境的也修了 怪不得之后 不敢找麻烦 不过现在 要不要直接 把他们解决了呢 还是算了 没想到三街后 神念还到不了田园县 现在杀死两人 必然打草惊蛇 若不能一次性 斩草除根 容易留下祸端 不对 那千颗人呢 怎么没看见了 看来千颗暴露了 虽然没死 但筋骨全断 修为被废了 不过 我有附生神通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是隐身 有妖人 宣秦官来任 不相似 归一边去 原来是宣秦官的小辈 怪不得老那邻居一条 在下桃花县县令王户 几位到党来到桃花县 不知有什么事 王大人 这是我们宗门之间的事 你身为朝廷命官 不好插手 得弥陀佛 自言诧异 几位是宣秦官亲自辈 王县令 虽是一届县令 地位不如你等 但归根结底 代表的是朝廷 逆宣秦官虽是天下第一道门 但还不至于压朝天一头吧 虚伪的和尚 别在这里诡辩了 宗门之间的事 向来都是自己解决 呵呵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那便就是对的吗 莫要亏辩 至前赖战 几位都是大宗子弟 天资非凡 有什么事可以拿到台面上手 莫要起冲突 伤了和气 王大人 你可想好了 私自动用官印 按大储律令 必言成不殆 我身为朝廷命官 维护县城安稳 动用官印调动气韵 有何不可 后一个正义宁然 世界翻整 咱们也做不掉了 跟他们拼了 得弥陀佛 老那倒是很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找到桃花县的 还想对老那动手 乾坤师叔告诉我们的 好好好 原来你们几个是 乾坤那老东西的失职 看样子佛祖 今天是不想让你们走了 当年切磋 他三招拜我 毁我根基 害我在师兄弟面前 抬不起头 现在居然还敢让小贝来羞辱我 既如此 那就拿你失职的性命 来为老那的负重 不好快闪 外物终究是外物 你们还能有多少负转 三姐发起 看来带了不少好东西 但没什么用 到最后都是老那的 又一件不错的法器 不过以后都是我的了 师妹 快动手 灯燃生 灯灭死 宁府生白火 这是什么法器 王县令 人人浩大 天下为公 富贵不忘千万神 桃花县县令王护 今日调用此地契运 镇压外底 护我百姓 这辈是气韵吗 倒是和我的功德 有一曲同工之妙 狗官 朝廷气韵是用来对付妖魔的 你如此随意动用 还对我们玄清官出手 你可知下场 呵呵 下场 本官怕这次不出手 就没有机会知道 是什么下场了 姐姐姐 接下来论到老娜出手了 不 师姐 就这点实力 还来寻机缘 真以为借助外力 就能自保 不过王护根基 已被气韵冲毁三成 且桃花县的朝廷气韵 被消耗大半 下次再用 也不过能勉强达到入玄境的实力 把这唯一活着的女道士压入大牢 明天将她用来唤醒佛种 三规大师 这一次我可是耗尽了全部 根基都损伤了 王县令莫及 佛种玄妙无必 这点根基受缩 轻易就能恢复 明天佛种大成 王县令可以多分一部分 多谢大师了 明天余明天就会带着血丹过来 加上我们的收集的 配上祭品 应该就能唤醒佛种了 哈哈 没想到爸乾坤 你送来的三位小贝 在老娜面前就是宋财童子 这三件法器 老娜就笑大了 这些东西都不错 刚好我手里没有什么可以给乌泽他们的 先让这些家伙单位保管吧 即说到乌泽来天悦县探查情况 遇到志同道合的陈建池 道教众人进入狂发系统 与三规和尚大战一场 最终两死一伤惨败 谁给你的胆子 敢来天悦县探访 我乃周府大人谋下信官 你敢杀我 就不怕周府大人发怒 天悦县周边 妖魔猖獗 封县都被涂了 路上死个信官 有什么好奇怪的 离 收拾一下 若有周府来人 就说信官从来没来过天悦县 堂兄已经处理干净了 桃花线出现变数 三规和尚要提前受备 我们明天就得过去 十万民俘不得有失 你过去坚固一下 血丹是关键 如广不够 是无法唤醒佛种的 希望这一次能赌对 若是赌输了 人亡俗灭 他们开始出城了 现在怎么办 山神大人下了旨意 让我们跟在名副队伍 一起前往山泽 糟了这一次 竟是他带队 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了 怎么了 看到为首的那个人了吗 那是天悦县县兵 通灵明九 三阶入玄境修行者 放心吧 陈兄 只是个入玄境而已 希望乌泽兄口中的山神 真的会显灵吧 现在看来三规的佛种计划 已经在收尾了 明天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镇山印会随着 持印者实力增强而增强 化身本身虽没有境界 但镇山印认定的持印者 却是我的本体 所以还是能拥有 三间灵山的实力 对付这些家伙 处处有余了 这是什么地势 完全就是闪地 根本不是和种田啊 对呀 什么破地方啊 死不死来错地方了 这里根本开不了黄 明统领 您是不是带错路了 这地方根本种不了田 种目的倒是合适 乌泽兄 山神还不显灵吗 放心吧 山神大人该出手 是会出手的 各位 明某没带错路 就是此地 可这里没法种田啊 又要是在这里开放的话 那我不如回城 怼我们也走 晦天越显 想走 已经晚了 哎呦 有妖物 哥 这是大咬 明统领 快触瘦 烂下在狼腰 狼兄 人已带到 十万血是在此 还请享受 血丹我们只要一半 其余归你 闷九 你狗结妖魔 不得好死 朝廷不会放过你的 朝廷 朝廷若是管得了了 大楚境内 还会有妖魔吗 两位 还想潜伏多久 一个通法境 一个炼法境 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人杀一千民夫 然后过来 本统领这边 饶你们不死 明九 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你枉为朝廷命官 私通妖魔 坑害平民 你对得起 天下黎明百姓吗 原来是 力远飙行的飙尸 年轻人一腔热血 倒是有几分人意 就是鱼不可及 字不量力 凭你那区区炼法境 还敢参合此事 至于你 天阅县的通法境 本统领都认识 你是外乡人吧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与妖魔思通者 人人得而诛之 倒是有点底气 口气还不小 通法境实力 就想拔刀相助 小子 先考虑 能不能活下来再说吧 你可以试试看 好好好 有骨气 好快的速度 怪不得你如此有底气 原来是有所依掌 不过再入玄境面前 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这家伙直躲不攻 看来只会跑 那我就攻其所必就 看你如何 该死 明老子 臭死 大河刀法 何丽远 口儿 老大 你不是说不来吗 小兔崽子都有勇气站出来 我这个老头子 又怎能退缩 可是嫂子他们 放心 我既然来了 就已经安排妥当 给他们留好了退路 何丽远 你真是老糊涂了 丽远飙行在天阅县那么多年 现在你转身理解 我还当你是自己人 哈哈哈哈 明老子 我在天阅县 也五六年了 这五六年里 我活得窝囊啊 窝囊 活得太窝囊了 百姓被吸压 我视而不见 不知多少次 压不住心中拔刀的冲动 斩禁不平视 但又未现实机口 顾虑妻子 顾虑儿女 顾虑标行的弟兄 瞻前顾后 畏手畏尾 念头不通的 修为毫无寸惊 在得知明老贼 你与妖魔勾结 要坑害十万百姓 我第一时间居然想着逃避 曾经的侠义 荡然无存 就算死了又如何 拧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呵呵 豪情侠义 的确是不负少年头 但何利润 你就是死的壮烈 也改变不了结局 改变不了 那也证明我努力过了 老大 小陈 不必伤改 我是想通了 为了念头通的 为了心中憋了八年的一股气 既然何彪头 你想念头通的 那我就先送你上路 狼兄 还请一起 将麻烦解决 以免夜场梦动 咳 动手 三阶人族 好久没吃过 如此美味的血食了 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吗 别急 山神大人来了 还好 来得不晚 什么人 真山意 屋子兄说的都是真的 山 山神真的显灵了 这 这是什么东西 狼妖呢 谁 到底是谁 走得了吗 这法器 还真是好用 屋子兄 山神显灵 他来了吗 山神大人自然是来了 不过他出手后就离开了 可惜了 这可是真正的神体 若是得见一面 那可是莫大的荣幸 何老大 您 受累了 这算什么 连重伤都算不上 何彪头 嗯 你就是上次小神运彪路上结交的千山中庄主吧 好啊 英雄初少年 你的身手很不错 客气了 何彪头 您的实力才厉害呢 屋子 听小神说 刚刚出手的是你们千山庄之人 不是人 是神 神 是小陈曾提的那个山神吗 没错 正是我们千山庄供奉的山神大人 今日得山神神恩必顾 实在和某三生有心 他日日必带上全家老小 登门外泄 为山神供奉相伙 那到时候 我就近代和彪头您的拜访了 还是我亲自动手 解决敏千月吧 他虽是年迈的入玄境 但也不是乌泽 他们能对付的 明九回来了吗 回老爷 明统领才出城没多久 想回来怕是没那么快 不过老爷若有急事 属下这就派人通知明统领速回城 去吧 九弟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对 刚让师爷去通知 这就回来了 九弟 兄长问你话呢 我来取你狗命 你不是明九 没想到 这次还有意外的收获 虽然朝廷气韵和我的功德相似 但却无法吸收 看来想变强走不了捷径了 桃花县那边 也可以动手了 三规大师 换我们前来 是要收尾了 我们先准备好 等天月线的血丹一到 就可以直接唤醒佛中 居然还有密室 怪不得之前没发现 这就是佛中 不错 这便是佛中 老那花了百天时间孕育 天生佛性 堪比天地大药 快了 佛中已经孕育出了生命 只差最后一步灵性 唤醒灵性 佛中那时才真正完美 佛中居然是活生生的人 这些家伙还真是丧心病狂 什么人 灵 这是什么东西 你 你是沈山背后的阴神经 前辈 上次是我不对 再次为之前的行为道歉 前辈若是不满 佛中可以分一部分给前辈 我要是不接受呢 前辈若是想要全部我等自当双手奉上 前辈 这是我身上所有的东西 还望前辈大人不计小人过 看在我是金龙寺弟子的份上 放我一条生路 金龙寺又如何 今天前来就是来取你们性命的 无论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我是金龙寺弟弟子 你若杀我 金龙寺不会罢休 无论你躲到天涯海角 都会将你揪出来面上 元神打入恋魂灯 勇士不得超生 你废话太多了 前辈饶命 一切都是三规逼着我们干的 我们也是受害者 他才是罪魁祸首 虽然佛中不是人 但和人也没什么区别了 还是我亲自再走安置吧 白亮派人去桃花线 山神大人属下立刻就去 白庄主 我们去哪 去大牢 千科 你怎么样 还活着吗 你 你终于来了 放心 山神大人会治好你的 你们去把他带出来 是你 玄清官的道士 救我出去 麻 麻烦了 随后 白亮一群人直接来到县 你要是好好回答 那就不用受皮肉之苦 我辟合 我一定辟合 这无不严严无不振 你想知道什么警官问 王户和三规暗中的阴谋 你知晓多少 有些猜测 但知道的不多 他们也不可能跟我谈论这些 你从哪里猜测到的 小的后代读过今年书 能当上师爷也是凭借真本上 日夜跟在王县令身边 若这都猜不到 那还劈尘实验吗 那他为何不杀你 没啥我 只是没到时候 等王县令他们计划得逞 那就是小的死骑到了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那为什么不跑 他 如今这世道 又能跑哪里去拿 心眼倒是不坏 你就待在县府 做好本分工作 维持桃花县正常 谢大人饶命 你说到天悦县 准备将十万人当成血石 送给妖母 三规和尚的火种计划 即将成功 就在此刻 零零出手镇压一切 彻底粉碎了 他们的长生梦 弟子白亮 谨尊山神大人法旨 已将千科带到神庙 现在只有三千多功德点 不过应该够了 复生 千兄弟 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不错 就是头有点沉重 可能是睡太久了 不对 我的根基内伤怎么痊愈了 而且根基还增强了不少 弟子千科 拜谢山神大人神恩 千科兄弟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恢复了一个电法镜 居然才消耗了三千点 而且还加强了其根基 性价比很不错呀 现在桃花县 间接并入了千山庄 未来十万人 都是我的信徒 不过还得慢慢消化 而此时 千科从白亮口中 得知了三个罪人 被山神显灵击杀后 足足冷神的伴想 好好好 好死 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 想到我曾经 居然帮这些家伙卖命 千某心里惭愧无比 知错能改善莫大烟 我要回桃花县 履行对山神大人的承诺 这个可以 现在桃花县受我们控制 你去的话 我让张师爷全力配合你 千科在此 多谢白庄庄 自己人谢什么谢 都是为山神大人做事 没错 都是为了山神大人做事 此时玲玲意外 发现自己山体的晶石 蕴含了丰厚的灵灵 相当的纯净 这是灵石 还是灵脉 里面的灵气 起码是外面的七八倍 带过来的佛种 已经产生了一丝灵性 等灵性完善 应该就能苏醒 之后也可以考虑 让乌泽他们过来修炼修炼 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天 灵灵进行了第三次赐服 这次的对象 是村里的小姑娘尼雪 至于为何是她 得从她和她娘亲 刚来到千山庄说起 阿娘 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吗 以后娘跟雪雪 就一直住在这里了 雪雪再也不用跑来跑去 再也不用睡在树上 再也不用握肚子 再也不用动手手了 雪雪快把粥喝了 喝完娘 带你去祭拜山神大人 山神大人 雪雪又来拜您老人家了 刚刚雪雪吃了好大一碗粥 肚子有些难受 希望山神大人保佑 让肚肚听话一些 雪雪不要胡闹 山神大人可是神明 无比尊贵 怎么会关注你这小肚子 快给山神大人道歉 山神大人对不起 是雪雪叨扰您老人家了 以后心中的话不要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灵了 肚子不难受了 山神大人对雪雪最好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 雪雪每天都会来到神庙祈求 可每次要求的愿望 却让玲玲都哭笑不哭 山神老爷爷 雪雪手受伤了 雪雪求山神爷爷 让手手不痛 这小家伙还真是不忘初心 每次都祈求一些小事情 还好他还怎听话 从来没对外说我帮他实现愿望的事 谢谢山神爷爷 山神爷爷对雪最好了 后来村里的给每个人都发了修炼的功夫 没想到雪雪修炼天赋极好 成为了村里第一个修行者 这让白亮异常的高兴 每天亲自监督他修炼 而就在今天秘密受到山神赐福的离许 成功突破了炼法镜 可得知赐福内容的白亮却被吓得机灵 小雪你千万别把寿路的事告诉别人 甚至你的娘亲知道吗 好的白叔叔 那我谁都不说 包括娘亲 小雪的神路居然是直通九间 无平景 只要努力修炼必然会成为九阶圣人镜 这太惊世骇俗了 谢谢山神爷爷 让小雪成为修行者 等雪雪长大了 就给山神爷爷您养老送中 我是一座山 哪有什么寿命限制 不过小家伙的孝心还是很不错的 另一边千科已经将金龙寺改成了山神庙 不过并未设立神像 而是请大师画了副神山的画 可附近百姓却不能离紧 纷纷来门口闹事 希望能将他们的金龙寺还回去 还真是讽刺 这些人口中的金龙寺根本没把他们当人 不仅如此 还把他们当成血食 喂养妖魔 反倒是救了他们的山神 如今却要被他们赶走 来人 去把那个带头的几个给我抓过来 说 是谁派你们来闹事的 没人让我来的 是我们自己来的 金龙寺乃天下第一佛门 桃花县能在乱世安然无恙 是受了佛祖保佑 你们拆了金龙寺换成山神庙 没了佛祖保佑 桃花县大祸临头了 好一个天下第一佛门 佛祖必要众生是吧 既然你这么相信佛祖 那好 把他们留我送出桃花县 去寻他们的佛祖去吧 吾 你凭什么将我们赶出县城 我家三代居住在桃花县 没有犯法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我要见王县令 让他给我做主 你们没机会见王县令了 你们相信佛祖 那我送你们出县城 反正你们有佛祖 无惧妖魔 天下之大 何处去不得 随后张师爷以王县的名义 发出了一道公告 揭露了三规合成前方的所有罪行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堂堂天下第一佛门弟子 尽与妖魔勾结干这种事 十万人的性命啊 就这样被当成血石送给妖魔 他们真是丧尽天良 死了真是便宜他们了 前兄弟 你在县城传道老阁大力之诚 但你可千万别触及那些富商的利益 否则会很麻烦 我会注意的 只在县城传道 不会影响那些富商的 那老阁我就放心了 这张师爷有点东西 能认清形势 千刻做事也靠谱 很干脆利落 不优柔寡断 千刻和张师爷 做起事来都要比我果断 换做我恐怕要犹豫许久 乌泽兄也别妄自菲薄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 现在你可是咱千山庄实力最强的 秀为境界才是支撑一切的基础 这几天的境界有所进展 再闭关一个月 就能尝试突破三阶入玄境了 我也差不多可以突破通法境 对了 我最近发现 越靠近神山 灵气好像越浓郁 我也发现了 神山有灵 自食不凡 或许山中会有更合适修炼的地方 再等等吧 有机会的话请示山神大人 若山神大人同意 我们再登上神山 小虎 怎么毛毛躁躁的 是有什么事吗 白大哥 村庄外来人了 好像是上次来过的标队 丽远标行 对对对 就是丽远标行 原来是何标头到来 有失远因 哪里哪里 乌兄弟太客气了 乌泽兄 白亮兄 何标头 我们进去说吧 乌兄弟 此次前来 是来神山拜谢山神大人的 上次的救命之恩 何某不敢忘 所以今日 特准备了猪牛羊三头 香猪金纸各百斤 一顶五百斤铜锣 前来拜谢山神 两位庄主 怎么样 何某准备的这些 有没有犯了山神大人的忌讳 没有 何标头准备的十分充分 以此来拜谢神恩的话 相信山神大人会满意的 那何某就放心了 既然何标头都已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直接去神庙吧 这是真的神 两位兄弟 能否问一句 千山庄助力至今 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八个月 八个月 这发展程度 可不像是八个月 能建立起来的 是的 就八个月 这里是神山脚下 不惧妖魔袭扰 很安全 所以发展得很稳定 不惧妖魔 这世道恐怕只有京都 有资格说出这四个字 这还真是一处世外桃源 都是仰仗山神大人的庇护 否则哪有我们的安稳日子 草民何立远 幸得山神大人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今日准备三生猪 牛羊 香猪金纸各百金 铜炉一顶 特来拜谢神恩 谢神大人救命之恩 真是没白救这何立远 居然给我掌了两万功德 那 那是山神大人在回应我吗 是的 何标头你没看错 刚刚那正是山神大人血灵 如果不是生意都在天悦县 我真想全家搬来千山庄居住 虽然我无所谓钱财 也得为手下的弟兄们着想 何标头 先别急着走 多做一回 我就不多留了 还得赶在天黑前回去 白兄弟想知道天悦县的情况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 天悦县那边 周府亲信带着客亲高手前来 发现敏千悦死了 勃然大怒 要捉拿凶手 却连何某也被拉去审温 周府大人 他怎么会直接派亲信前往 因为敏千悦那老东西做的恶事太多 上面早就想办他了 只是几次派来的信官都被他杀了 所以周府直接派亲信下来 凑巧和你们碰上了 嗯 这次派来的亲信叫邱真和 是三阶入玄境的高手 那这邱真和 对我们千山庄是什么态度 他还还不知道千山庄 此人当时乌泽兄在场 可无人知道你的身份 不过邱真和对出手镇压狼腰 跟明九的神秘高手很感兴趣 多谢和镖头提供的信息了 这算什么随口一说罢了 那就先告别了 下次有时间 欧某再亲自拜访 何彪头走好 千科履行承诺 打造山神庙 不知百姓却来无理取他 希望归还他们的金龙寺 千科果断出手 流放带头之人 不好了 白庄主 大使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白庄主 不好了 有人跑上神山去了 什么 不是警告过很多遍了亮吗 不准上神山 现在就带我们去那人 登上神山的位置 顺便将事情经过说一遍 是 白庄主 路上巡逻的村民 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这些都是与赵一鹤交好的村民说的 我不确定真假 但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养不熟的白眼狼 千山壮接纳他 给吃给喝 还庇护他不受妖魔洗澡 没想到他竟心生贪念 将主意打到神山上 庄主 你们终于来了 赵一鹤那家伙登上神山 差不多一刻钟了 各位 我和白亮登神山去抓赵一鹤 你们在下面守着 要是出现直接将他拿下 放心庄主 那畜生不如的家伙 要是敢出现在我面前 看我怎么教训他 连累整个秦山庄 赵一鹤这盘徒 等着受到处罚吧 两位庄主放心 我们巡逻队这次会死死守住山脚 一旦他出现 必定拿下 赵一鹤 还不给我站住 呃 乌大哥 别叫我乌大哥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赶紧给我下来 那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就凭你是庄主吗 我也是从乌道友陪着千山庄 发展到现在 出了多少力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 赵一鹤 你摸正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下来 否则别怪我不念就行 念就行 你什么时候对我念过就行 是将副庄主的位置 送给一个外来的书生时候 你有多少能力你自己清楚 因为你是元老的份上 给了你很多别人都没有的待遇 可你却还不满足 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拜你们所赐 你们都看不起我 我忍了 可为什么连山神赐福都轮不上我 就连那个十岁不到的小女孩都能获得 你居然偷听了我和雪雪的谈话 好 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私自登上神山 冒犯山神大人 犯下滔天大罪 你有考虑到后果吗 我要成为修行者机缘 就在神山上 谁也别想拦我 站住 你以为你还跑得掉吗 放开我 我要机缘 我要成为修行者 放开我 而灵灵其实早就得知了赵一鹤的想法 但作为山神 总不能什么事都要她来阻止 大家先别激动 一会将在神庙前对赵一鹤这叛徒进行审判 弟子乌泽 已将死自登神山的叛逆拿下 先到山神面跪拜赔罪 我错了 我错了 山神大人恕罪 一切都是我鬼迷心窍 才犯下滅天大罪 恳请山神大人恕罪 赵一鹤 你错哪了 我错了 我不该极度装主他们的机缘 不该痴心妄想地得到山神大人的机缘 我就是个卑贱的贫民 不配获得山神大人的赐福 经妄想机会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哈哈 赵一鹤 事到如今 你还想挣扎 你以为说出这番话博取同情 就会减轻处罚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不可能 我都承认自己错了 难道还有罪 别在神庙玩这一套 既然你承认你自己有错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刚刚说的都没错 没错 人有极度心 很正常 这没错 为了机缘 为了前途 努力去拼搏 这更没错 但是 你却在另一件事上犯了滔天大罪 你却在另一件事上犯了滔天大罪 这什么罪 死罪 为什么 普通的庄规都是可轻可重 毕竟庄规是死 人是活的 但私自登上神山 意味着触犯神威 山神大人庇护我们本就已是恩赐 你却人心不足蛇吞象 把主意打到了他老人家的头上 此乃死罪 当战 将他拖下去罢 怪我 这段日子以来 我都在闭关修炼 没注意到赵一鹤的变化 乌泽兄不必如此 人心多变 就算你天天跟着他 也察觉不到他的变化 对了 白亮兄 刚刚为何你不请示山神大人呢 山神是天地神底 咱们不可能事事都请示他 乌泽兄 你养过狗吗 曾经养过 那我问你 如果你养的狗 天天烦你 吃饭睡觉都烦着你 你你会是什么感受 我懂了白亮兄 咱们千山庄 既得山神大人庇护 更不该试试 叨扰他老人家 不错 我们千山庄 是为山神大人做事 而不是山神大人 为我们做事 特别是我们两人 有山神大人的神路在身 由此机缘 更要做到独立自主 金龙寺 玄清官都来信 要寻人 秋大人 此地怕是有什么隐秘 否则也不会引得 金龙寺和玄清官的人前来 风险沦陷 十万民众全死在妖魔口中 敏九勾结狼妖率领十万民夫 前往山泽地意图空杀 这名眼人都能看出有问题 但半路除了个截道的 不仅直接灭杀了敏九和狼妖 还潜入天悦县将敏千悦也杀了 能轻易诊杀狼妖敏九 还能潜入县城暗杀县令 此人实力恐怕不止入玄境 所以说应该和金老宁同一个境界 是物神境的修行者 虽同样是物神境 但平道实力堪比因神境 我相信金老 金龙寺和玄清官的来信 金老你怎么看 金龙寺不见了个三字辈弟子 玄清官不见了三个青字辈弟子 都是低系弟子 这行人的要求我们无法拒绝 有这些人的消息吗 金龙寺弟子消息倒是有 之前有位自称三规的大使来过 与敏县令交谈了一夜后 去了桃花县 至于玄清官弟子 就不得而知 或许他们也去了桃花县 都和桃花县扯上了关系 敏千月之前是不是总和桃花县县令联系 那看来桃花县县令有问题 取笔来 本官要书信一封给桃花县县令 现在送去桃花县 交与王虎王县令 小的领命 重要信件 迅速送到桃花县 交与王虎王县令 天月县信使 求见王县令 天月县信使 明天月不是死了吗 天月县还有空派信使给王虎 让他进来吧 小的是天月县信使 奉求大人之命 传信王县令 县令大人如今病重 卧床修养 县城事物由我来代管 那能让小的见一见王县令吗 县令如今重病残神 你算什么东西 也想借他 既如此 那信件就劳烦转交给王县令 来人 去三十秒 将钱可清过来 张师爷 喊我过来是有什么事 是不是那群富商又要闹腾了 要是那群谈着乌烟的家伙 我还不至于喊你过来 你自己看吧 府城来人 邱真和 姓邱 来自府城 看样子是祝福一世的人 而且还是秦县 他来天月县干嘛 应该是来查明天月的烂照 明楼子微管多年 背地里不知道做了多少肮脏的故事 然后就刚好撞上明天月身死 顺手接过了天月县 大概就是这样了 邱真和是李渭 三规和玄情官弟子的下落 我们怎么回复 这件事还是告知两位庄主 由他们来定夺吧 一和标头所说 这邱真和是三阶修行者 还携带克星护卫 搞不好还是四阶修行者 这可不好对付啊 我倒是觉得不难对付 你有主意了 也不是什么主意 这邱真和既然想知道 三规和玄情官弟子的下落 那我们就是话实说 隐瞒反而会适得其反 别忘了 那三个玄情官弟子 可还有个活着呢 是个叫什么清权的女弟子 没错 就是他 三规死后 我从大牢将他放出 但并没放他离开桃花县 而是让千刻看住了 接着白亮书信一封 让人带给了千刻 如何 两位庄主定夺了吗 定夺了 白庄主让我们如实相告 如实相告的话 必定会引起除真和的怀疑 你能想到的 白庄主早就已经想到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得做些准备 你们胆子真大 玄情官弟子都敢软正 这要是消息逐落 后果不堪射销 怕什么 有山神大人在 天下第一道门又如何 清泉道长 最近过得好吗 你们是要杀我了吗 清泉道长说笑了 你可是玄情官弟子 我们怎么敢杀你呢 都把我给囚禁了 还差取我性命吗 你想让我写信回去 帮你们瞒过玄情官 我知道了 清泉道长有没有什么信物 能证明你身份的那种 不用信物 我已留下精血烙印 我要是死了 烙印便会暗淡下来 这是我活着的最好证明 这是王宪令给初大人的回事 你再回去吧 另一边灵灵并没理会这些事 还是默默地看着佛主 因为他要苏醒了 灵气道观 这是发生了什么 看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破境界 或是天才地宝的诞生 既然是发生在神山之上 我们就不用理会了 谢山神大人助我诞生 起身吧 你知道自己为何诞生吗 知道 我是从罪恶之中诞生 从诞生那刻起 就背负了无尽灭障 若不是山神大人将我带来此 喜脱利器 那我的灵性永远不会保持清醒 恳求山神大人赐名 赐名吗 那就叫空旺吧 多谢山神大人 大人 那王护重病缠身 桃花县如今是由张师爷代管 重病缠身 你可由亲眼见到 没有 小的提出要见王宪令一面 但张师爷不让 看来那王宪令是出使了 边陀爷帝 明报商间 出现这种事也属正常 秋大人 怎么了难道那张师爷不肯回应你的要求 你自己看吧 好一个张师爷 这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了 金龙寺弟子身死 玄清官更是死了两个 真是好啊 那明九 狼妖和闽千月 也是张师爷信中提到的山神击杀的吧 金老你觉得这山神是真的吗 姿势不幸 天路一断 就连供奉给三清祖师的香火都得不到回应 这天地间又会出什么神底 这所谓的山神至少是四界雾神境的野秀 这等实力躲在这边垂之底 到底图谋什么 我已查明神山就是所谓山神七夕的地方 那山脚下有个村子叫做千山庄 希那村民 壮大势力 收敛香火 是啊 收敛香火 看来这野秀的野心不小 不过是屈死之道 屈屈野秀也敢碰香火之道 岂不知就连圣人都会遭到香火反噬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张师爷如此大胆 竟将三规罪行功之一众 让金龙寺背上了与妖魔勾结的罪名 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啊 如果老夫猜的没错 这张师爷背后也是那的野秀 他胆子可真大 不仅杀了金龙寺 还公事其罪 求打人 要不老夫去千山庄再走一趟 为什么要去 我们是奉周府大人命令接受天越县 其他事情与我们无关 那金龙寺那边 虽然周府大人和金龙寺走得近 但不意味我们就要帮他出头 此时我们只要将消息告知金龙寺与玄清官 等着坐山官虎斗即可 到时候 即说到丘真和试探桃花线 发现了王沪出世的秘密 他决定将一切告诉金龙寺和玄清官 坐山官虎斗 这不是十里外的那座山吧 曾听过些传闻 据说是坐神山 有灵性 会庇护山民 哎呀 原来是神山当前 老朽真是有眼不识神山 随后 零零神山的名号逐渐传开 虽然也不过千人 但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不错 这千颗还是挺有用的 留下他还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玄清官的清泉 他来干什么吗 山神 千山庄供奉的那位吗 撒千山庄 我不知道 体力捞透索 才三四秒很厉害 所以我才来摆一摆 好吧 多谢大神了 清泉道长 你不在房间里好好待着 出来干嘛 软禁我这么久 出来透透气也不行吗 透气可以 但清泉道长 还是不要和人交流 我怕你动什么手脚 放心吧 我若是要跑 不用来这里 我只是想知道 这里供奉的山神 是否是千山庄那位 不错 这里的山神庙 供奉的正是神山那位 真的是神 自然是真的 来人看好他 现在功德有十一万了 如果一天五千点增长速度 只要半年 就能晋级四街了 白庄主 就是此人 你确定 此人真的是 从神山上面下来的 是的庄主 千真万确 跟我一起的巡逻队兄弟 都看见了 我知道了 在下千山庄 副庄主白亮 不知阁下是 贫僧空旺 见过白庄主 跟我一样是练法镜 看起来没什么特殊的 原来是空旺大师 不知阁下从何而来 贫僧来自神山 大师 我们到里屋说话 白庄主是不是很疑惑 贫僧为何从神山下来 不错 我是很疑惑 神山有灵 凡人不可攀登 为何有人能从神山上面下来 因为贫僧是被山神大人带上神山的 哦 看来山神大人对你十分看重 也不全是 贫僧的情况比较特殊 那大师是哪里人 呃 贫僧应当算是封县人 那可太巧了 千山庄村民几乎都是封县人 乌泽兄要突破入玄境了 乌泽兄是我们千山庄的庄主 突破成功了吗 成功了 恭喜乌泽兄 成功突破三阶入玄境 白亮兄这位是 这是空望 山神大人带来的 原来是自己人 在下乌泽 见过空望师父 阿弥陀佛 贫僧空望 见过乌庄主 三人简单交流后 竟发现空望一个和尚信仰的 却是山神 空望你作为和尚 咋信奉山神了 贫僧修佛 但却不信佛 既然不信佛 那为何还修佛 这不是矛盾吗 两位误会了 贫僧说的不信佛 是不信奉所谓的佛祖 修佛 是修自己的佛道 原来如此 不愧是山神大人看重之人 见识非凡 空望师父高见 只是捉见罢了 那大师知道金龙寺的情况吗 贫僧没去过金龙寺 不曾了解 大师是否要在千山庄住下 会在千山庄住一阵子 之后贫僧可能要离去 收录者首次突破入玄境 获得法器神兵龙炉 竟然要实践法器 才能提升品质 不过提升威力 改变形貌 手里这几件就够了 对了上次镇压狼腰 镇山翼上有些材流的能量 不如就给空望吧 它的诞生是带着使命的 所以最好有自保能力 这是突破通法径了 刚刚那动静 是突破通法径造成的吗 幸得山神大人 刺下机缘 侥幸突破通法径 恭喜空望大师境界突破 而此时桃花县的富商们 居然联合控制两家 让城中百姓苦不堪言 这些富商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该杀 无间不商 你退一步 这些人就会想 既然你能退一步 那为什么不能再退两步呢 千科兄弟 那现在该怎么办 此时我传讯过千山庄 白庄主让我们尽管动手 他 我早就看这些家伙不熟了 用了白庄主的命令 那今天就是他们的私情 接着由千科带头所有的牙翼 浩浩荡荡地 朝着富商们的高强大院前去 但县府不满富商的眼线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快去庆留公封 但过去很久都没回应 千通令 有什么条件静贯提 魔必要这样吧 晚了 今天就是来取你们性命的 没得商量 随后 一箱箱的金银珠宝 从宅院搬出 净足足搬了一个小时 梁架至此恢复了正常 至于富商的家眷们 有罪的都打入大牢 绝不留情 但一位富商的妹妹 却得到了很多百姓的求情 而她便是 曾经看上乌泽的那位富人 多谢大人 夫人不用如此 您并没有和你的兄长 同流合污 自然没罪 而且夫人 您还记得神山脚下的村庄吗 神山 村庄 记起来了 难道你们是 不错 我们正是来自千山庄 张师爷也算是千山庄的人 三天后 白亮突破通法 物则将这几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桃花县那边算是彻底掌控了 还获得了一堆财物 我觉得可以准备扩大千山庄了 可以准备了 人就从桃花县那边找 此时桃花县那位富人 告诉张师爷一些隐秘的讯息 涉及到了其背后势力 这件事事关重大 只能让两位庄主定夺了 怪不得那些富商吉他人都在桃花县人猜 却从未出世 原来背后有高人护着他们 我之前有过猜测 不过没想到是辽云俊俊手 不过辽云俊离我们两三百里 他想搞什么动作也并非容易 原来是林兄弟了 不知来我聊云俊 是有什么事我要办 西门俊手 我们兄弟二人来找你 你会不知为何 林兄弟此话何意 本官是真不清楚你们的来意 若是知晓 就算是看在总兵大人的面子上 也会早早为你们准备 不用提早准备 现在准备也行 我们要戒兵 戒兵啊 不知林兄弟戒兵要干嘛 军兵正守军职 可不是说戒就能戒的 别废话 我没有总兵守约 你自己看吧 既然是总兵大人的命令 下官自然要遵守 不知两位要戒多少兵 一千军兵 其中一百要精兵 不行太多了 而且金兵不能外戒 必须留在郡城 为什么不能 金兵是郡城的根 别说外戒了 就是连离开郡城一会都不行 你知道有多少妖魔盯的辽云郡 今天我若戒出 明天妖魔就会打上郡城 你们戒兵是为了什么 明千月死后 天月县落入了州府手中 我们兄弟二银奉总兵大银之命 夺回天月县 明千月死了 不错 明千月那不重用的东西死了 至于原因还不清楚 而州府趁这个集会 轻松将天月县收入囊中 所以 你想戒先郡兵 直接去天月县 将求真和赶走或者杀了 重新夺回天月县 不错 正是如此 这不是总兵大人的主意吧 自言不是 本官就知道 总兵大人是不是还让你不准去天月县 必须先来辽云郡找我 的确如此 你是咋知道的 难道总兵大营给你传讯了 总兵并没有给我传讯 看来总兵是要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不然也不会让这两个鱼木脑袋来找我 没有你说那么多干嘛 就问你一句 能戒多少郡兵 戒不了 你想违抗总兵大营的命令 我并非要违抗命令 只是就算你戒到郡兵 也很难收回天月县 为什么这么说 周府派的人是邱真和吧 那可是跟随他多年的情信 他来掌握天月县 你觉得会没有后手 那又如何 难不成我们还要怕他 周府可是一直被总兵大人压一头 我们不能都总兵大人的脸面 莽夫 此事我会帮忙 虽不能见你们军兵 但护卫还是可以的 现在周府和总兵大人还没撕破脸 邱真和拿下天月县 只是周府一次试探 总之你们记住到达天月县后 要将县兵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这是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然而林家兄弟刚离开 桃花县负伤被杀的噩耗传了过来 好 很好 这王护士吃了雄心抱自胆了 真以为桃花县偏安逸于 本官就拿他没办法了 据守大人 那王护可能已经死了 现在桃花县是他曾经的师爷再带官 嗯 死了 把其中细节都给本官说明白 又去 金龙寺 权亲官 还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前山庄 这套花县还真成了个大杂烩 军守大人 那我们要怎么做 派人给那张师爷背后的人一点教训 不用 人家连金龙寺权亲官都不怕 说杀就杀 你觉得本官派什么人才能教训张师爷背后的人 军城中 实力最强乃是军城统领叶将军 巫神镜巅峰 然后便是大人您了 但巫神镜不能离军 而且金龙寺三次背弟子三规最低也是入玄境 说死就死了 就算我们派叶将军去 又没有什么作用 能轻松杀死入玄境 还不怕两大势力 实力恐怕不止物玄境这么简单 没错 既然拿对方没办法 索性不管 反正损失的不过是些繁俗财物 桃花县中 还有几个我们的人 要不让他们也撤走吧 撤走吧 还剩下什么东西 可以送给那张师爷 算是本官对青山庄示好 是 叶将军 让您久等了 无妨 年纪上来了 坐着休息会也不错 倒是你 别太累了 多花点时间在修行上 未来就是洋神镜也不是没有可能 哈哈 一将军你太看得起我了 要是能修炼到阴神镜 我就很满足了 洋神镜 不敢奢求 不要妄自菲薄 你才三十岁就已是物神中期 再给你五十年 洋神未尝不可 洋神不能离京 我可不要成为洋神镜修士 现在的京城 太肮脏了 不提这个 一将军林找我 是因为妖物又有动作了 不仅有动作 而且还是有大动作了 什么大动作 那头四阶大妖 可能突破到五阶了 什么 五阶妖魔 这个级别的妖物 辽云俊虽可以自保 但妖物要是转移目标 地上下面的县城 你应该猜到了 他真走了 刚刚获得情报 五阶猪妖 现朝着天越县离去 老夫已将此事上报 请求总兵大人派人支援斩杀猪妖 可等强者来需要时间 底下的县城 怕是要被屠戮殆尽了 等等 事情好像还有转机 转机 什么转机 叶湘群 你知道桃花县那边有座神山吗 记得 你不会想说 神山会有什么神迹吧 那倒不是 我想说的是 随后 西门龙女将桃花县发生的事 都说了一遍 此人敢杀金龙寺弟子 必然是有点实力 我猜测实力不低于阴神镜 还有这种事 阴神镜的野修 如果是真的话 并且他愿意出手 那五阶猪妖根本不是威胁 可此人愿意出手吗 我也不敢妄言 此人建立势力收敛香火 很符合野修风格 猪打一个眼 不惧神鬼 百无禁忌 猪妖选择目标 只会先从人口 只有十万的桃花县开始 妖怪都打上门了 以野修的脾气 你不惹我 看你一下 你若惹我 面临满门 那人若是因神镜 大概率会出手 希望一切都如你所说 这样就不会有百姓无辜 惨死在妖魔口中 上集说道通往下山 语出惊人 修佛不信佛 辽宁郡郡守得知 五阶猪妖要投入小县城的消息 前统领 外面有个自称来自郡城的人要见你 我知道了 大人 小的算是为郡守勘探情报的人员 郡守 郡守的人 不知前来县府 事有何事 大人 我是来送礼的 您请看 这是什么意思 想进行贿赂 大人您误会了 这是我们郡守大人 赠送给千山庄的礼物 赠送千山庄 为什么 你们郡守大人 似乎不认识千山庄的人吧 大人你放心 郡守大人 没有别的意思 至于负伤的事 都是小事 凡称俗物对郡守大人而言 不过是身外之物 当真如此 真是如此 这辽宁郡郡守是何意 不仅不找麻烦 还来送礼 还是让两位庄主来定夺吧 我觉得可以直接收下 不怕有诈吗 不怕 反正郡城那么远 他能怎么样 老猪 你越界了 越界 老杂鱼你睁开你的预眼 看仔细了 本家已经突破 如今是五阶腰间了 五阶腰间又如何 你敢打一场吗 哼 怎么不敢 雕虫小技 就这手带 老杂鱼 善能犯否 你耍杖 那是你蠢 猪脑袋一个 我都还没下毒呢 我要过去 扑几个人族县城 补补身子 可以 但我要一半 你以为我真是猪脑子吗 你被阴神镜锁住气机 离不开此地 但本将干嘛突破 不受限制 来去自如 凭什么分你一半 不给 那你过得去吗 好 给你一半 对了 别摊没了我的份额 这几个县城 一共多少人 我可是一清二楚 莫要自作聪明 少不了你的 真是天助本将 只要吸收了这些血石 搞不好我就能突破 到时候阴神镜气机算什么 本将要成为 青州第一位六阶妖帅 那 那是什么 好恐怖的威势 妖魔吗 是妖魔 而且实力很强 很可能是五阶妖将 五阶妖将 怎么可能 他盯上我们天月线了 不对呀 所有的五阶妖将 不是都有阴神镜强者盯着的吗 如果我没猜错 他是刚突破的 照顾好自己 我要去陪老婆孩子 五阶妖将 怎么会出现五阶妖将 无量天尊 怎么样金老 真是五阶妖将 平道的法技 都无法照出黑雾中的身影 天月线被盯上了 可恨 那个杀敏千月的家伙 竟还无耻地拿走了天月线的观影 否则还能借气运抵挡一阵子 邱大人莫慌 这五阶妖将没有出手 恐怕还是忌惮朝廷气运 希望他会选择放弃吧 其实杜冠宣时 凝聚得朝廷气运不少 我只有半天的时间 犯不着在此地浪费时间 先去小县城 不补实地再说 这妖将的去的方向是桃花县 他想先对小的县城下手 再转头对付天月线 我们趁机离开天月线 不能惊动其他人 我们暗中撤离去辽云郡 西门龙宇是总兵的人 他会不会不让我们进去 应当不会 平道和夜山和有些交情 他会让我们进去的 完了 打要把整个天月线锁住起机 普通人能走 但修行者不行 怎么回事 那妖怪好像往千山庄去了 真的是去千山庄 那我们可能有活路了 而此时 千山庄召集了很多立功 在建设村庄 什么东西 为何我心惊了一下 看来是错觉 好不好就是那臭杂鱼在骂我 五街妖将 什么时候来了 这种极别的妖物 原来是来吐露县城的 现在是想去桃花县 没想到还有一道开胃小菜 虽然人少了点 但也刚好不耽误时间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着急送死的 好强盛的妖魔气息 这是有大妖靠近 不好 有大妖靠近 什么 快 大家快放下手里的火 躲进千山庄召里面 不好 有大脑 何妨神圣 是人是妖还是吗 这巨人的实力太可怕了 到底是什么境界的生物 人总 妖神不离京 你们敢违背天水之约定 不怕承受妖神魔圣的怒火吗 虚虚妖魔 擅闯神山 当初 山神大人 是山神大人显灵了 这便是山神大人的法相真身吗 都说天路已断 无人能成先锋神 那是他们未见过山神大人神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